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有人了吗? 大家晚上好吼 我开一个个会吵吗? 你看会亲吗 有两个人 三个人进来了 Joani 你好 Joshua又是最早来的 大家好大家好 声音会清楚吗 会吵吗 声音会太吵吗 因为我开整个 有换衣啦 跟昨天的衣跟前天的衣是不一样的 前天有GDI 今天的没有 我再听就热狗的歌 再听就热狗的歌 REC怎么破一万人间啊 来 我们先已经有100位朋友进来了 先干一杯今天喝啤酒 没有喝色酒 声音会太吵吗 因为我开了歌 不然我去关小城一点 我在听着热狗的歌 来 先喝一杯 我刚才已经喝了三罐 这第四罐快喝完了 来 声音会小吗 声音会小吗 没有现场lap啦 我们先先喝先喝 先喝 来一起举起杯 先喝快200人了 我老婆也带他们来老婆笑一下 老婆喝那天喝剩下的色酒 他应该喝一杯就完蛋了 Jeffrey大哥 你也喝了五六罐了 我的啤酒这是第四罐 Linton今天没有执勤 我们要谢谢Linton Linton是Rera 虽然读大学 还在读大学 但是就为我们付出 他是注册的Rera 所以他有去执勤 前天晚上的直播 他没有 没有 错过了直播 因为他在执勤 所以我们谢谢他 来 先喝完这杯 声音太小 我又卖了 Jeffrey大哥已经第七罐了 我这个是第四罐 现在来第五罐 那天喝 喝那个Exo 心痛一支一千块 所以今天就喝啤酒就好了 今天就喝啤酒就好 今天清晰日好多 好久没喝酒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就不谈伤心 那天是很烦恼 喝酒 才喝酒 然后有人叫开直播 有人叫开直播 所以有孤友 好朋友叫开直播 没想到有450多人 而且待到凌晨两点都还有400人 非常谢谢大家 所以我再喝半杯 再喝半杯 谢谢大家 现在也200多人了 好朋友 来 Renny也来了 Renny Renny也是好朋友 来 大家举起酒杯 200多位好朋友 在荧幕前的 大家可以share出去 点赞 share出去 叫多一点的一起来喝酒 今天是开心的 不要像那天说不开心的事情 好 我们等多一下 等多一下 我们就正式闲聊 现在也可以闲聊 这又不是正式的直播 我们 不必这么多烦门鲁 我现在开 看大家 看大家的讲话 Steven大哥说你喝得起 喝不起啊 现在 现在要破产的时候了 还喝一千块的酒 那天是我去拿饼干吃 看到那个XO 我有两只嘛 我就想留着 倒不如拿来喝 至少也试过嘛 破产了也要喝 所以那天是感觉很 心情不好的情况下喝的 老婆陪着喝 所以今天喝啤酒 啤酒也是酒啊 也是好酒啊 只是喝了会胖 喝了会脏 所以没有色酒 那么好 来我们再喝半杯 我在开着 Hot Dog的 Yes MC Hot Dog配啤酒 就是看着Hot Dog的歌 刚刚 差不多先生也过去了 小叔 小叔设计 他是媒体的记者 他说 只喝得起黑狗 黑狗也很贵啊 至少比我的老虎贵 小偏K不能喝酒的 我都说过了嘛 他喝 两杯他就醉了 他的酒量应该跟我老婆差不多 可能还比我老婆差一点 来老婆 我老婆今天穿到很性感哦 她不要入镜 她那天穿T-shirt 她知道今天要直播 她特地打扮了一下 可是她不要入镜 我问她 你穿这样美 你要入镜嘛 又放半绿 又穿长裙 她说她姐姐 响应 Doraemon 妇女部的呼吁 所以 连煮菜都打扮 所以她也打扮 我就讲 你不要假假 你是不是要入镜 知道直播你要入镜 她又说没有她不要入镜 所以我也不知道她 为什么穿到这样美 还放半绿 可能要摄诱我 哇 现在300多人了 人数起得很快 我们喝半杯 因为这一杯 其实就差不多是一罐啊 你看我刚才倒 这一罐就剩一点了 这一杯差不多就是一罐 我们半杯半杯喝 来 300多位好朋友 一起举起你的酒杯 大家干一下 今天是清明节 也为我们的先人 我们的先辈 我的阿公 我的阿公 也去世了 我的外婆 尤其是疼我的 也为我们的先人干一杯 对 喝鲜才能讲 说得好 好 大家刚才可以去看 我的 Caption 这个直播的Caption 上一次直播我们一直说 曹操的诗 就是管歌行里面的那句诗 来赞美酒的 何以解忧 唯有杜康 就是杜康就是酒 只有杜康可以解忧 今天大家去看 我引用 今天我们不说曹操的了 因为今天是清明节 我引用了一句 跟清明很有关的诗句 是宋代 高主 高主底下可以说一下 他是宋代一个诗人 不是很出名 但是他这句话写得很好 今朝有酒 虚当醉 合成一滴倒酒泉 这句话写得很好 我很喜欢 所以今天我拿来当Caption 其实他这首诗 写的是清明 清明对酒 就是清明时节喝酒的时候 他整句诗我不记得了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叫清明日对酒 这首诗 他最后一句就是 今朝有酒需当醉 合成一滴倒酒泉 整个完整的诗句我不记得 但是前面的意思是说 清明节的时候 他去就看到很多人去扫墓 然后在扫墓的时候 就看到很多人很伤心 哭泣 可是一转身 他们扫墓完了 就又很高兴 在讨论要去哪里吃 要去哪里喝 要去哪里玩 所以他就说 其实先人死去了是一回事 但是我们要享受当价 所以就有了最后一句 今朝有酒需当醉 合成一滴倒酒泉 意思就是 今天有酒喝 今天就要喝完 就要喝醉他 因为你死了之后 一滴酒你也喝不到 合成一滴倒酒泉 从来没有一滴酒是倒酒泉的 到地府到天堂 没有 那些我们的后人 如果我死了 我的后人带着好鸡好肉 好酒来 一口也品尝不到 而且他们 他们才来拜拜 也只是一个仪式 这个就是整首诗要说的高祖 这个人 他不是很出名 在唐诗诵诗戒里面 他不是很出名 可是这一句诗 写得非常的好 就是今朝有酒需当醉 合成一滴倒酒泉 但高祖这个人很惨 就是 他在杭州西湖死去 然后死的时候 身无分文很惨 然后还要他的朋友 去筹钱 买了一个纸棺材 来跟他活葬 所以这些文人以前是很惨的 包括现在也是啊 其实很多搞艺术的朋友 写字的朋友 都 比较难赚钱 所以 我们也要多支持 像我之前说 买书 我们要 我们 要去买书 支持这些作者 就是这个原因 我看到有朋友 凯利凯利凯利 他把 他把原文发出来的 清明日对酒 就是对 就是这一首诗 人生有酒 人生有酒虚当醉 不是今朝有酒 人生有酒虚当醉 合成一滴倒酒泉 很好的诗 我尤其喜欢最后这一句 所以我把它当 caption来用 这个是清明节他写下的诗 所以很对很应景 今天是清明节 小片k还没有来 不知道他说他会来 也不知道他会来吗 他又不能喝酒 然后他很听妈妈的话的 他真的很听妈妈话 那天他喝醉了 在我家 我叫他不要开车回家 危险 因为他从我的家回家 还要一个半小时左右 他喝醉了 才喝个三四杯就醉了 我就叫他不要开车回家 很危险 我家有空房 你可以住我家 可是他应我一句 他说 不可以 我妈妈会骂 哎呦 一个读到博士 30岁的人 在外面过夜一天 还要给妈妈骂 所以他真的是很听妈妈的话 很怕妈妈的 简称妈宝 他就是妈宝 公益 Steve 我的兄弟 来 说了那么多 刚才说了妈宝 小天K是妈宝 他还没有上线 应该没有听到 就不要管他 来 我老婆敲一下 来 Steve 大家敲一下 再拿几酒来喝一下 今天 应该也是直播到 最多到两点 可能两点之前 就 喝醉了 就不直播了 我已经喝了四五罐了 我也不记得 这是第五罐 所以 来 我们先喝 各位好朋友 大家现在可以一起隔着荧幕喝酒 都是好朋友 这是难得的缘分 我们前天直播一直说的 前世的五百次回眸 才换来一次今生的擦肩 擦肩而过 我们可以这样子讲话 这样子聊天 这样子喝酒 肯定比擦肩而过 还深刻吧 所以 可能我们前世不止五百次回眸 虽然这一句是没有出处的 我特地去找过 从来没有什么佛说 没有什么出处 有说过这句话 但是他流传很广 所以来 我们喝一下 干 干了这一杯 大家举起你的酒杯 刚才有好多好多独友 几十位独友 都拍了他们喝酒的照片 在等着 等着我上线 所以大家举起你的酒杯 我们干了这一杯 第五罐喝完了 老婆拿酒 你准备多少次 能吃到两点吗 我家有四五香啤酒 之前我搬家的时候 剩下来的没有喝完 所以绝对足够了 我最多 我最高纪录是大概喝十五罐 十五罐 十五罐就很醉了 但是还能驾车回家 今天最多也是喝十罐吧 因为十五罐就是很醉了 所以不要有丑态 现在我老婆去拿酒 第五罐我喝完了嘛 最多喝十罐这样子了 牙齿痛不能喝酒 微灵 没关系 你喝水喝茶喝咖啡 刚才很多朋友说不能喝酒喝咖啡 我都问他们 你这么夜喝咖啡会影响你的睡眠吗 其实也不好嘛 影响睡眠 他们说喝习惯了 不会影响 第六罐哦 刚才我在排书 所以我头发也没洗澡 也没冲凉 没有set头发 这个就是刚才的情况 我在排我的漫画 那七八香漫画我也有拍照吧 搬来从老家 我老家文字 漫画已经搬完 搬完了 文字书应该还有二三十箱吧 漫画已经搬完了 但是搬来了 我也懒惰 就放在那里几个月了 懒惰去拍 我老婆就一直说 我说现在 行管令已经过了超过一半了 你还不要解决那个东西 还不要把家里的书搬来 在那边升回程 所以我刚才就发奋图强 用了三四个小时 把那七八香的书 解决 剩两香才能解决 我老婆也在旁边 在吃着书 然后在摄幼我 穿得很性感 我叫她 叫她入镜台 又不要 让大家保一下眼福 说咖啡喝习惯了 越喝越远 其实我不能喝咖啡 因为我是失眠的人 大家有follow我的文章都知道 我是很容易失眠的 我早上喝咖啡 我晚上都会失眠 完全不能睡 所以我很怕喝咖啡 茶我也怕喝 同样的道理 但是 茶的话威力比较小 如果早上喝 晚上还能睡 但是中午下午喝 就完蛋了 下次拿给你10瓶 等你啊 我很久没有跟我 很久没有跟你喝酒了 然后小瓶K应该上线了 他只是没有留言 因为有人聘留言 像我这个兄弟说 要拿10个咖啡 10香啤酒给我 有人聘了留言 这个是小瓶K才会做的事情 所以小瓶K应该在线 他刚才给我揭穿 他是马宝 他应该不好意思出来 小瓶K应该是不好意思出来 昨天看马来西亚K应该2021年会 babyboom 这个是合理的推测了 因为大家都待在家 没有什么事可以做 然后我们尤其是有族同胞的 节育意识又不多 他们不会想去避孕 因为跟基督教徒 有些比较严的基督教徒 他们也是不避孕的 认为避孕是违反教教的 所以他们也不会去避孕 所以有族同胞可能就会 这一段时间可能会 babyboom就是婴儿潮 小K来了吗 小瓶K出现了 但他没讲话 他应该害羞了 他给我提报 他是马宝 但是 虽然他很怕死 很怕妈妈 但是他的人很大气的 他不会生气 所以我每次都很敢酸他 虽然我酸的都是事实 不是凭空捏造的 但他都不会生气 现在破400人了 比那天还快破400人 今天我预告应该会超过那天吧 那天是突然 信之所至就开的 所以很多人也非常谢谢大家 就像我在 caption 写的 很多气 我打一个嗝 就像我在 caption 写的 我这个时间点开直播 当然就不是为了追求人数的 要追求人数8点 9点开是最好的吗 这个直播就是为了喝酒 缘分 能来一起喝一杯的都是好朋友 本来我有考虑要用zoom 要用luck 这些 让愿意入镜的朋友 因为很多图友 我知道像我老婆 不愿意入镜 如果愿意入镜的 可以一起进来一起看 但是小片k说会很麻烦 要有一个人调控 而且很多声音会很嘈杂 所以他不介意用 我也很听小片k的话 你们都知道 所以就 听小片k的话就 不用了 还是用这种方式 但是大家 有酒就有故事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故事 讲出来 我们一起来讨论 一起来说 今天我们就不说那些伤心的事情 说什么 要倒闭 要破产 生意很惨 行管令延长很多人会死 这些东西 我们就不说 其实我有一点醉了 我已经喝第六罐一半了 我们先看了这一杯 喝啤酒的感觉 好像比色酒还快来的醉 那天我喝都没有什么感觉 其实那天直播完了 我还一直回留言 那天有读者问 是不是你在回 因为那天有1600多条留言 我没有记错 应该我回了300条 因为最后是1900多条 1600多条留言 我一条一条都去回 但是Facebook有限制我回留言的数目 所以很多独有的 不是太重要的 我就不回 因为Facebook会限制我 我回到3点多才回完 也有喝 所以我那天其实没有醉 今天好像有一点醉意 还是啤酒比色酒还强 还是啤酒比色酒还强 Axis中说今天他生日 来生日快乐 我们大家一起举举酒杯 干了这一杯 不会中 说一声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大家一起干了这一杯 小平K一直在聘留言 可是他不敢讲话 不知道什么原因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老婆说他有说一句话 他说什么我没有看到 他说啤酒很多气 遇到应该 啤酒很多气 你说这些干嘛 还是今天不是小平K 是小平D 也有可能啊 但是小平K 说他会上线 应该就会上了 他也是很守承诺的一个人 真是快乐 大家这么多跟你一起喝酒 这个就是我说的缘分 像我开直播 开专业 都是 都是缘分 然后大家会来支持我的文章 来看我的文章 看我的直播 讲的都是一个缘分 也很谢谢大家 我也很感动 来老婆先敲一下 再说这些 先喝一口 小平K说是他 小平K是他 他不敢讲话 你会给我提报是麻烦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像 有一次 小平K做投票没有过嘛 我们说要1500人投票 结果时间到了 才1300人投票 其实没有过 但那天我还是开了直播 为什么 因为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有很多读者 像我们的头号贴粉 Jesse姐 我不懂他今天有上线吗 还有Wins Wins大哥 David大哥 真的很热心 他为了希望这个投票可以过 他们每个人都分享了十多个的群组 分享给他的朋友 然后叫大家来投票 投yes 让红律师来开直播 所以我看了很感动 虽然投票没有过 我还是决定开 所以 真的很谢谢大家 我一个普通人 小老百姓 也不是什么政治人物 也不是什么明星 能得到大家这样子的厚爱 真的是很感动 很感动很感动很感动 那个其实是很伤脑筋的 然后直播完了之后 我又要回复留言 所以每次有直播 我都是四点左右才睡的 我要回复留言 因为我觉得不回复 这么支持我的独有的留言 我又很愧疚 觉得不应该 所以我每一条留言都会去看 每一条留言都会回复 大家应该也知道这一点 包括前天的直播 我也是回复到三点多 我都会回复 然后回复完了之后 我还要把我直播的时间 重看一遍我的直播 所以我都会重看一遍 因为我也要看大家的留言 在YouTube的时候 你要走到哪里 才能看LiveChart 然后我也要把时间 别小天地或小天地 让他们剪了上载 做精华剪辑 所以其实如果有做直播 是蛮累的 因为会很持续 但支持我做下去的东西 就是大家的支持 真的很谢谢大家 刚刚盖茨西热 小片K很多理由的 他扯什么宗教的关系 那天 我叫他喝 他不喝 他说他很醉 他要驾驶回家 我们去酒吧喝 有陪酒的女孩子 倒酒的 我叫他喝 他不喝 结果那个女孩子 来敲他一下 华人来的陪酒的女孩子 来敲他的杯一下 叫他喝 他竟然一口就喝完 这个事情我永远都记得 小片K我也没有讲电话 你摸着你的良心 现在回复 我有没有 我有没有 讲电话 我叫你喝 你不喝 你说你怕醉 底下不能驾车回家 可是那个倒酒的女生 蛮漂亮的 他叫你喝 你竟然一口气喝完 有没有 你自己摸着你的良心回答 小片K说我讲电话 你竟然不承认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我找那个女生出来 下次我叫他一起来直播 来举证你 小片K 你最好摸着你的良心 不要讲电话 我们发生的事情 就要承认 所以那天小片K 为什么他会喝醉 其实他不喝的 就是那个女生 我跟那个女生说 因为我是常客嘛 其实我一直有应酬 所以那女生我也熟 我老婆在旁边我也有讲的 所以我没有做贼心虚 我跟那个女生是清白的 我跟那个女生说 我叫我的朋友 博士 我还特别介绍她是博士 我还跟那个女生说 我非常记得那时的情况 我说你有没有认识过博士 她说没有 我说她就是博士 你赶快来认识她 我说我很多朋友 很多客户 但是博士除了我的教授 除了我大学的教授 他也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朋友 所以我敢打包单 你肯定也不认识博士的朋友 所以她就说博士 他来来来一直叫小片K喝 所以那天小片K喝醉 并不是我惯他的 是他重色轻友 只跟那个女生喝 不跟我喝 现在过400人 跟那天差不多的人数 谢谢大家 讲了那么多 我提爆了小片K那么多 他不敢入年了 刚才你说 20万就叫小片K入年 他不敢入年了 他很怕死 真的很怕死 所以我们 我就提爆他这些小事 来我们一起喝酒 老婆来喝酒 哇我老婆喝很快 刚才一杯满的 现在剩这样子 他今天也很有兴致 可能等一下他会录年 他录半历 他录年就是大家的福利 他喝醉了 可能我拉他来录年 所以大家要留到最后 录一下 哈哈哈 他笨我 他笨我 英雄难过美人 小片K是英雄妹 这个我要想一下 他绝对是重色轻友 华相说重色轻友 他绝对绝对是重色轻友 我永远记得 我叫他喝 他说不要喝 我还特地叫一个朋友来陪啊 因为他说他不能喝吧 我们叫一套一套的啤酒 是三桶 就十五支 我一个人喝 十五支是我的 所以我也叫了一个朋友来陪 我那个朋友也可以作证哦 因为小片K他不喝 他开头就是拿起来这样 又放下去 直到那个女生叫他喝 他才喝醉 所以小片K就是这种人 大家要记得 然后 阿末 阿末也来了 喝完喝完 阿末是那天陪酒的吗 阿末 阿末那天是你跟他喝吗 不是 不是我忘记我是叫谁来陪酒了 是你吗 是你吗 小片一天说 真的开哥有安全问题了吗 没有问题的啦 我们又不是商业活动 这个是背景音乐而已 哦 你怕YouTube upload的时候会有问题啊 那我们关小声一点咯 重点还是啊 我叫他喝喝是拿起来 就这样放下来哦 面子完全不给 他说他要驾车 结果那个女生来 叫他干杯 他就马上干杯哦 所以小片K这个人我永远记得 然后他还一直问我 其实还要回去那间喝 上上次的直播 大家可以见证哦 他说他会来找我喝酒 来找我喝酒 他就是要去找那个女生 这个小片K不能用的哦 来哎我刚才干杯了 大家一起干杯 大家一起干杯 来 来 洪律师没有香水位 没有 我很克制的哦 我爱我老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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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放MC Hot Dog的歌 所以给我一分钟 我去开歌 好 来回来了 开了慢摇哦 开了慢摇哦 比较害一点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开心嘛 不要说那些伤心 不要说那些 令人沮丧的政治事情 当然政治 如果大家有问题要问 我还是会回答的 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问我问题 我都说晚上有直播 我直播回答比较好 大家都可以知道答案 所以 所以 如果有人问问题 我也会回答 算说 算说 不妨带我们也去闻香水位 等你来找我啊 真的 如果有朋友 当然是等行管令之后了 然后前提是我没有破产了 我现在在烦恼可能会破产了 如果我没有破产 大家有来找我 我一定请你喝酒 记得我今天的话 我专业的独有 我脸书的独有 如果来到大三角 主路 Otocity 其实我家 我的律师行都很靠近Otocity 如果来到Otocity 通知我 我请你吃饭 请你喝酒 我们一起喝了两次酒 然后大家又这么支持我 来到这里 我一定请你吃饭 一定请你喝酒 来 大家再喝半杯 其实这一个杯蛮大的 这一杯其实就是一罐 我第六罐也喝完了 所以这个杯也蛮大的 你叫我一口气喝完会很脏 所以我们半杯半杯喝 听者有份 对呀莉莉姐 你来 我也一定请你喝酒 请你吃饭 就看你要不要来罢 申请2%那个贷款 政府的贷款 SME有很多 但是利息蛮高的 其实Maybank Maybank很会做生意啊 他发了 我至少收到三个Maybank的banker 他们的salesperson 发来的广告 叫我们这些SME 只要三年以上的公司 包括我们这个律师行三年以上 去跟他申请他的loan 最低好像是5万块 最高可以200千 我没有记错的话 但是他的利息3.7% 3.7%蛮高的 因为Personal loan Business loan 是Fixed loan的 就是跟借车是一样的 所以3.7%算起来 Effective lag 应该是6%多 6-7% 所以他真正的利息是6-7% 跟我们房贷 我们房贷是4.1%多 因为他是Flexible 汽车跟Business loan company loan 是Fixed interest的 所以他真正的Effective Effective的Rate 就是真正的利息 其实是差不多高一倍的 3.7%差不多就7% 所以蛮高的 所以我也我也没去考虑了 看以后会不会低一点利息的 方唐靖大哥也是我们的很好的朋友 然后也是很有心 非常有心的独有 刚才我说我很感动 很感激的独有 方唐靖大哥也是其中一个 你来我一定请你吃饭喝酒 记得要找我 你专业 因为我的个人Facebook也满了 然后我也不能 其实我的电话号码也容易找 我也没有 没有什么 但是大家发一个信息给我有来到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请你吃饭喝酒 律师有看足球的吗 Practic Patrick问 有 我有看银钞 我是利物浦的支持者 利物浦 我从十多年前 我2005年就开始支持利物浦了 我支持利物浦是因为那场 惊天大逆转 大家记得 那时好像刚跟我老婆拍头 我们一起看了那场球赛 因为那场惊天大逆转 好像是AC米兰 对AC米兰的惊天大逆转 我就爱上利物浦了 到现在我都是利物浦支持者 所以 有独有是曼联 Chelsea Asana的支持者 不要因为这个原因 unfriend我 足球是足球 政治是政治 Aston 说我帮你从Pacananas带土产来 其实Pacananas我最想练的 就是云吞面 我们笨争的云吞面 我现在也打一个广告 现在有400多位独有 我会打一个广告 笨争的云吞面 跟全马各地的都不一样 你去沙劳越吃那个叫什么鸡 它是白色的也很好吃 你去吉隆坡北马吃的云吞面是黑色的 但是我们笨争的云吞面是红色的 是番茄酱的 如果你要吃辣就番茄酱再加辣椒 非常非常的好吃 以前在吉隆坡我读大学的时候 有好几家笨云吞面的专卖店 但是后来都到了 我经常都去吃 然后在北马也很难找 非常的好吃 大家一定要去吃一下 但是可能你第一次吃你会不习惯 像我老婆第一次吃就觉得不好吃 可是后来她觉得很难吃 这么是甜的 这么是番茄酱的味道 可是后来她也喜欢上 每次我去吃她都会跟我吃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肥炎的 但是每次我吃她都觉得 她都喜欢上很好吃 就跟槟城的拉萨一样 槟城的拉萨第一次吃 我老婆包括我 包括我老婆 包括我岳母 因为我岳母跟我住 帮我付我的小皇帝 我们两个都有做工 第一次吃的人都觉得不好吃 怎么又酸又辣 然后又有那个霞膏的腥味 很臭 对啊 我老婆说很臭 可是你吃久了 就觉得很好吃 第一次吃的人都不能接受那个臭味 包括我中国来的朋友去吃 他们那个霞膏的臭味 他们不能接受 可是吃久了就是人间美味 同样的道理 笨针云吞面 笨针云吞面 有去笨针 像刚才说 Patrick说要打包 带土产给我 我最想练的就是这个 小片K说帮我介绍我姐姐的那个 阿罗斯塔BB Park 她说什么BB Park 我不知道哦 Steve 几时要请你吃饭都可以啦 LINE说 BSN的贷款是2% 其实2%是可以借的 它的Effective Rate算到来差不多4% 比房贷还低一点 如果Company Rune Personal Rune 有2%的Fixed Rune 是可以借的 可以考虑 这个可能要去研究一下 阿末喝6罐很少 你喝多少罐了 我第6罐应该喝完了 第6罐喝完了 第7罐还没有开 来 想了那么多 大家先举起酒杯 像我说的 一生留酒虚当醉 合成一滴到酒泉 就是珍惜当下 如果你错过了喝酒的时光 永远都找不回了 宋朝高煮 高煮 就是一个煮 煮饭的煮 下面是羽毛的你 他写的是非常的好 所以来 大家一起敬酒 我这半杯我喝完 大家随意 我夸下来 之前有人挑战我说 有独有挑战我说 如果破1000人 我要自干三杯 三杯就是三罐 但看情况今天应该不会 所以 现在先喝完这一杯 大家荧幕前的朋友 一起拿起你的酒杯 来我们大家干一杯 这个是一个缘分 这是一个缘分 我们一起喝酒 来 第七罐 第七罐 其实喝啤酒好像还比喝 XO 那天喝XO还醉 我现在有一点醉醉的感觉 第七罐 我说我今天大概喝十罐吧 因为我的maximum是十五罐 我跟人豆酒喝过十五罐 就感觉很醉了 所以今天应该保持在十罐里面吧 我怀疑小片K还是出男 Poward Poward说的 我也很怀疑啊 我也很怀疑 从来没有听过他有女朋友 他也没有讲过这方面的 所以他绝对绝对 有可能是出男的 看他的battle也很像是出男的 他会不会回复我不知道了 之前说他妈宝 他到现在都不敢回复 说他重色情有 他到现在都不敢回复 WeeWee说 Liverpool这季 可能白忙一场 应该不会啦 他的优势这么明显 如果英超 胆敢取消他的冠军 应该全世界的Liverpool球迷 都会反排 应该不会啦 冠军应该还是Liverpool的 小片K叫你 叫你帮他姐姐介绍 那个是他打包的面啊 哦 我明白了 那个是小片K的姐姐嘛 她没跟我说 她以前经常去吃的啦 Alo Star有一个BB Park 他们的云吞面是白色的 也蛮好吃 小片K第二次来 来我新家来见我的时候 他有把包给我 蛮好吃的 我也有吃完 BB Park 哦 介绍一下 但是小片K跟我说 都是排长龙的哦 还要什么介绍 都这么多人吃了 愿说 可惜Liverpool还差一点哪里 对啊 差三场 应该要给他的 但是现在欧洲竹联 是呃 的建议是7月在开T 哦 先不要呃 颁奖 什么 有一个联赛 我记得好像是比利时 还是什么国家的联赛 已经直接给冠军了 啊欧洲竹联就反对 他说不应该 啊 这么快 颁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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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7月在复赛 大家在踢过 因为其实足球是一门生意啊 一门商业 所以他剩下的比赛场是牵涉上亿 上十亿上百亿的利益 所以如果你现在就取消剩余的赛季 对欧洲足联 对各国的足球联赛 都是很大的伤害 包括对球队也是 因为他们有分层的 从转播 转播的分利益里面分层的 英超是根据排名 你排名越高 你分到的 钱就越多 所以是一门生意来的 所以我也不认为会就这样就断去啦 然后利物浦是十拿九稳 如果7月复赛 利物浦只要赢多三场就冠军了嘛 十拿九稳 我们利物浦 You will never work alone 我们的20年的冠军荒要终结了 我很有信心 我不相信 硬超挡杆取消利物浦的冠军 如果硬超挡杆取消利物浦的冠军 我去伦敦示威 我去伦敦示威 我现在说 Valin也是我们专业的好朋友 也是经常分享 那天他说他也看我的 因为他是两点 一点多块完的时候还进来我还记得他的留言他说我才进来你们就要玩了 他也看到三点多谢谢你 谢谢非常的谢谢你 Terence问是放叉烧酱吗 不是他是放番茄酱 不是叉烧酱 他的番茄酱的牌子是金波 我还特地去研究 因为我想自己煮来吃啊 我很想炼家乡的味道 所以我还特地去研究他的番茄酱的牌子是什么是金波的金波的番茄酱 真的 但是我当然自己没有煮过了 理想跟现实是差很远的 很想自己煮但是又懒惰 然后要找云吞面也难 所以也从来没有没有没有煮过 Patrick说对我来说不好吃 可能你要吃第二第三次 我老婆一开始也觉得不好吃 但后来也爱上了 可能你要吃第二第三次 就像我刚才说的 Assam Laksa 我第一次吃也觉得很难吃 但是吃了第二第三次就觉得人间美味 一直想吃 我老婆也很喜欢 我老婆一开始也是不喜欢的 结果吃了就觉得很好吃 有时之前还叫我特地去打包 Kolok面也不错 但Kolok面是白色的 不一样 跟我们笨择与吞面 红色的是不一样的 Hupek对大哥 Hupek大哥 今天中午就有问我这个问题 我就说晚上才问啦 这个小事情 他说那些政治人物 然后去印他们的头像 在那些救济匹 比如口罩啊 比如米啊 是应该还是不应该 其实很简单 道理就是看 这个东西是他自己筹募来的 是他自己花钱来的 是他自己的努力得来的 还是政府的资源 其他人的资源通过他来发放 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是他自己的努力来 你要怎么搞 你要放你的头像 放你爸爸妈妈的头像 放你家人的头像 放党的标志 这是你的自由 如果你用的是政府的资源 是公众的资源 你却为了这个个人的目的 作为个人宣传的手段 那我们就必须批评 强力的批评 强力的谴责 这是非常错误 非常不应该的行为 非常不应该的行为 小片K还在说 那个姐姐是我的宗亲 你的宗亲很多啦 像我姓红的都很多了 更不要说你 但是我又不能透露你的姓 你那么怕死 对啊很久没有喝酒了 Dilan Dilan说干杯 我这里有半杯 一起干了 其实很脏 我已经喝了 刚才我说第几 这是第七罐 这个剩半罐 来 在萤幕前的好朋友们 大家举起酒杯 不管你喝的是酒 是咖啡 是茶 是水 是果汁 我们一起举起酒杯 喝完这一杯 大家干杯 包括刚才我们的朋友 生日快乐 大家一起干杯 也祝福他生日快乐 忘了我老婆 他等我了 没有叫他喝 他等我了 对啊 我刚才说高主的诗啊 其实还有一个诗是很出名的 是李白的诗 李白的诗 有一句话非常的著名 就是说喝酒的 就是人生得意虚静观 莫死今尊空对月 就是你开心的时候 你就要尽量的喝酒 所以酒从唐朝 李白是唐朝的人嘛 从唐朝的时候就是开心的象征 所以我们开心的时候 你得意的时候 就要尽量的喝酒 不要等到没有酒了 你不开心了 才用一个空的酒杯去对月 当然李白那个诗是很长的 但我们截取他最精华的部分 所以喝酒 喝酒是一个开心的事情 所以我们上一次的喝酒直播 是因为烦恼很多喝酒 要忘掉烦恼嘛 今朝有酒 今朝有酒今朝醉 我下一句我改的嘛 我也有写出来 就是和求明朝有什么烦恼 我有点醉了 也不知道我我我我写什么 我也有点忘记了 所以啤酒是忘记烦恼的东西 我们今天就不要说那些伤心 烦恼的事情 Echilis Echilis大哥好像没有看到啊 他刚才开了一瓶好酒 他开了一瓶好酒 他开了一瓶好酒 什么酒 Macalan好像是Macalan Echilis大哥你有在吗 Echilistan 你开了那瓶好酒 我很羡慕啊 没有 没有 没有看到你留言 不知道你有没有在 然后我要说一下 我有特地截图下来啊 秋威恨 秋威恨大哥啊 他说 哎呦我害的他很惨啊 他不要看我的直播了 你不懂他现在也在吗 他说 因为我说男人骗老婆是很正常的嘛 所有人都有骗老婆 他说他老婆跟他一起看直播 其实很多人一起老公老婆看直播 因为 半夜了 大家都在家 他就说我害到他了 当然他是开玩笑啦 我也知道他是开玩笑 他说他老婆 问他骗了他什么 所以 他也很难回答 他也很难回答 他说我害死他了 他他以后不要看我的直播 我就回复他 我说 其实很容易回答的嘛 你说这个红衰人 红律师这个衰人 自己骗老婆 我老婆在这里了 自己骗老婆 自己在外面乱乱来 每天骗老婆 却拉我们全世界的男人下水 就像成龙一样 成龙不是说了 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自己犯错 却拉全天下的男人下水 所以红律师是个衰人 老婆不要相信他 我没有骗过你 当然 老婆生气 就用另一个谎话 就是现在你就是在说谎 我没有骗过你 就是在说谎 就用另一个谎话 去盖过去就可以了嘛 像我之前说的老婆 其实都很聪明的 老婆都很聪明 所以你不要太过分的骗他 他也知道的 先生说 我可以自己喝 所以我们可以畅所欲言 先生大哥有什么要爆料的 说出来 我们一起说 现在也一点了 我们也讲了四十多分钟 时间过得很快 也是好朋友 他问新加坡封城 马来西亚是否会照根 不是我们马来西亚跟新加坡 你搞错次序了 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新加坡慢了很多 其实他们早就应该封城了 他们是等到最近有爆发 他们才封城 其实慢了很多 因为新加坡 他是跟马来西亚的 他封城的 条件封城的规则 也跟马来西亚的很像 哎呀哎呀哎呀 倒出来了 倒出来了 第七罐喝完了 我老婆去 我老婆去上厕所了 我的 还好他有拿布了 倒出来了一点 所以是新加坡学我们 不是我们学新加坡 大家必须搞清楚这一点 我的酒也完了 等下叫我老婆了 哎 拿到一 拿到两罐了 我们喝十罐了 到十罐就关直播了 我也不要我喝醉的丑态给大家看到 Steven我教两招怎么骗 喜欢看什么漫画 其实我什么漫画都看了 呃 其实我在找一找一个漫画哦 呃 是说香菇的 我以前中学的时候看过很喜欢 只有五集罢了 我很记得 是一个说很厉害香菇的人 现在有很多独有在线啊 之前有一个大哥也是卖漫画的 然后他有 呃 办公室有很多的漫画 哎 现在我说一说 我以为我很喜欢一套漫画 可是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是香菇的 日本的国际香菇 他是说一个很厉害香菇的人 他是一间 呃 中学的香菇社的主将 可是他的香菇每次去比赛 呃 都第一轮就出局了 因为他的迁运很差 每次都对到那个线最强的冠军 哦 所以他每次第一轮就出局 然后他在 呃 高中三年级的时候是最后一年的高中生涯了 他准 他就去找了很多人 呃 找了四个队友去参加团体赛 因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团体赛 他的香菇社只有他一个人 所以他每次都参加个人赛 可是每次第一局就输了 他都输给冠军 他的迁运很差 每一年遇到的都是那个冠军 虽然冠军赢他 可是其实冠军也赢得很辛苦 所以这个香菇社的主将是很强的 然后他大中三最后一年 他就想参加团体赛 他就去找了一个 找了柔道社的主将 找到一个瘦瘦的废财 一起来去主团去参加这个比赛 很热血的一部漫画 我甚至觉得这这这这套漫画 比灌篮高手还热血啊 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漫画 可是我找了很久 我家有上万本漫画 可是这本漫画 我一直都找不到他的名字 我也忘记了 所以有朋友 谁知道这套漫画的 可以告诉我他的名字 让我方便找 然后有卖这套漫画的 也请联络我 我非常喜欢这套漫画 非常非常喜欢 小平K到现在还没有说话 他不敢说话 被我踢爆 踢爆太多的事情 他不敢说话 六大姐说 米发电没关 洗衣电没关 其实政府真的做得很差 我长途巴士也没有关 长途巴士 就是跨州的巴士 其实还是开的 其实是蛮不应该的 在现在这个时候 除了特殊理由 不应该带允许这些长途巴士领域 是一个很不应该的情况 如果新加坡爆发 应该比这边够力 其实新加坡因为小 他要管控也比较容易了 其实我很早以前就说过了 这个武汉肺炎啊 其实他不是很致命的 只要你有接受治疗 你一感染了之后 你没有隐瞒 你没有藏着 等到很严重 你的肺全部都被侵蚀了 你才去就医 基本上是不会死的 只要你一感染 你有去看医生 有去治疗 都不会有事情的 除非是你年纪大了 免疫力下降 然后你有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这些病发症 不然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新加坡的医疗设施 其实是很强的 所以也不会有大规模的死亡 只是这个病最大的问题是他感染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 有分析过他最大的问题啊 就是他很容易被传染 很容易传开的 然后他传开来了之后 大家都去看医生 就虽然他不是一个很致命的疾病 只要你有接受适当的治疗 他是不致命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接受治疗 他就变得很致命了 如果很多人受感染 大家都一窝蜂去看医生 我们的医疗资源不足够 就会造成很高的死亡率 像意大利西班牙 为什么会高死亡率 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而且大家不要忘记了 医院不只是治疗肺炎这个病毒 这个情况而已 他还治疗其他的病 癌症的病人啊 痾症意外的病人 当然现在这个时候 意外的伤者可能大幅度降低 但是其他的急症 比如癌症这些都被排挤了 因为政府优先先治疗这个肺炎的病情 所以其他重症其实是被排挤的 医疗资源是很紧张的 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待在家 不出门 不让这个病毒扩散 不让这个病毒感染 虽然他不会致死 我们马来西亚 现在才到30-40%的医院占用率 所以我们还有很高的医院比例 可以去救 但是我们不要去扩散 不要去传染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陈明问我新的旧的 我不计较 就算是出租店的漫画 有盖章的 有写字的 我都收 只要能看 我从来不计较的 我家的很多漫画都是租书店收回来的 只要能看 我是务实主义者 我不是像有些漫画收藏家 书籍收藏家 他们是买两套的 然后用纸袋 收好 一套是看 一套是收 但我不是 我漫画不会收两套 我书也不会收两套 除非是我觉得好书 我买两套 预备第二套 第二套送人的 只有这种情况 我才会 不然不会 所以如果找得到这个漫画 请联络我 我很喜欢这一套漫画 很热血 真的是很热血 最热血的漫画 大家知道应该都是灌篮高手 其实我觉得这个 只有五本的相扑漫画 比灌篮高手还热血 我非常非常的喜欢 有人说是横丛直撞 是吗 我老婆说 有人说是横丛直撞 我不记得名字了 好像不是横丛直撞 横丛直撞 我家好像有 我家也有 我老婆也说好像有 她也有看过这套漫画的名字 横丛直撞 我没记错 我家应该有收藏这套漫画 所以应该不是这套漫画了 新加坡的医疗 过说真的吗 他担心新加坡会大规模爆发 当然新加坡人口密集 大规模爆发是很可能的 但像我说这个病毒 其实并不是很致命的 只要你能接受即时的治疗 所以 新加坡绝对他们的医疗 比我们还先进 现在还看不到什么巨大的风险 所以我并不太担心新加坡 我担心的是马来西亚 虽然新加坡迟了 确实新加坡现在才来封国 现在才来限制行动 是迟了的 我们马来西亚还比它好 这个我们必须赞扬马来西亚政府 我之前就说 应该早一点就推行 新加坡现在才推行是迟了 所以马来西亚政府做的好 我们应该赞 做的不好的部分 我们应该骂 但是做的好的部分 我们应该赞 小书设计说 彭律师也是我们的 中师支持者 他是媒体的摄影记者 他说说一说你 Tommy Thomas的师父亲 其实老实说 我是Tommy Thomas的徒弟 我们律师一定有一个师父 而且这个师父是跟你的父亲一样 是跟一世人的 因为我们跟法庭申请律师资格的时候 要放我们师父的名字 要他签名 所以他跟父亲一样 不管好还是不好 是永远也不能改的 一世人都不能改的 所以Tommy Thomas是我师父 但老实说 他教我的东西不多 我在Tommy Thomas的律师行 是另外一个 新年网络 叫Ganesan的 我也很谢谢他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印度人 他叫Ganesan 我也有一直跟他联络 他教了我很多 其实主要是他教我 但因为Tommy Thomas的时间很高贵 像我这些年轻人 比较年轻的律师 我们的律师费大概是一个小时 五百块到八百块 五百到八百一个小时 我的师父Tommy Thomas 一个小时是五千块 一个小时是五千块 所以他的时间非常非常的宝贵 当然他也没有他不会浪费这些时间来教我们 其实我跟Tommy Thomas学习最多的 他当然他会教我一些 的东西就是做律师的操守 他说不要违反法律 然后一些律师的操守 我从那里他学的很多 但其实我跟他学的最多的是 我帮他拿文件拿背包去上法庭 因为他比如九点开庭 他严格规定我们作为他的土地 要把文件在八点半 就要在法庭排好 找一个位置给他做还好 然后他九点来我们要去停车厂接他 直接带他 因为法庭有很多个法院 不管是Buthanjaya的 Palace of Justice 就是Federal Court 还是Court of Bill 还是KL的法庭 他有很多个法院 High Court 1 High Court 2 High Court 3 High Court 5 甚至High Court到十多个 所以十多个法庭 我们就要找半个小时到 先去了解是哪一个法庭 然后把文件放好 找一个位置给他做 然后去停车厂接他 所以我做了很多这样子的事情 早上去接他的 去停车厂接他 然后就看他在法庭表演 我的师傅是很资深的律师 三十多年的职业经验 以他这样的律师 一个小时五千块 像我们这些Junior Lawyer 我们在法庭是不管 不敢跟法官吵架的 法官说什么 不管多光他 我们不认同的事情 我们也只能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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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敢跟他吵架 可是我的师傅是 可以直接在法庭之上 纠正法官跟法官吵架的 这也就是他的身价体现 只有他这些很 Senior 很有地位 很年资很长的律师 才可以做出这些事情 所以这个就是 我在法庭 当然看我的师傅表演 也跟他学了很多东西 现在说也 短时间也说不出来我学了什么 但是我在学法律 在律师行里面学其实是跟 Garnison 他现在也是 Tommy Thomas律师行的 但是之前他不是 他是 Senior Associate 就是 Senior Lawyer 我也跟他学了很多 所以就说到这里 然后我去上个厕所 尿急喝啤酒就是这样 会一直要上厕所 我去上个厕所 大家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我不懂我老婆 要不要来 来填这个空档 我老婆 老婆没有入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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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尿尿的时候 一只手还拿着手机在说 我老婆没有入镜 Tapokia大哥 Tapokia 他这个名字也很好笑 但是 也是我们的忠实知识 他说播一下 差不多先生 老婆去进去点一下 差不多先生 他 我老婆不要上位了 等一下完的时候 所以大家要待到最后 可能我拉他过来上镜一下 他也蛮喝的 可以说不可以啊 喝了蛮多一下 对对对 要等最后关头 压走压走 这样大家才会留到最后 今天跟上一次的喝酒直播差不多人 也是四百多人 接一条水喉一条方便 太猥琐了 不要不要不要 然后刚才Jemmin有问 做合同 做一份合同 大概多少钱 其实 做合同 通常是有定价的 就是看你合同的价值是多少 通常是一巴仙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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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逸问 Tommy Thomas的马来文 真的像外界说的 那么差吗 他不是差 他是完全不会啊 Tommy Thomas是完全不会马来文 我之前在他的律师安实习的时候 我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把文件 从马来文翻译到英文 所以他做AG的时候 做总检查长的时候 他也很努力的学习马来文 然后用马来文来演讲 所以我们要给他这个毅力鼓励 因为像他这些Siner Lawyer Siner的律师 跟资深的律师 是不会用到马来文的 在高厅 在上述厅 在联邦法院 在联邦法院 都是用英文的 只有在低等法庭 就是推示厅 跟地庭 才是用马来文 我的师父 Tommy Thomas 从来不会去推示厅的地庭 上法庭 因为推示厅的 我们在推示厅上法庭 他的案件是十万块以下 十万块以下 然后地庭是一百万以下 所以大家想一下 我的师父一小时的律师费是五千块 随便一个Case 就是几十万的律师费 所以一百万以下的案件 是请不起我师父的 所以我师父从来不会去推示厅 去地庭上法庭 因为根本请不起他 所以他也没有机会用到马来文 他之前是不会马来文的 但是他当上AG公文都是马来文 所以他也很努力的学习马来文 然后他以过后也用马来文来演讲 这点我们必须给他肯定了 他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 还可以这么有毅力去学习 然后也学得很好 所以我们必须给他鼓励 小片可以报回律师的小片可以报了什么 我没有看到 小片可以报了我什么料 去点差不多先生 他们说不可以啊 小片可以说可以啊 大家一直叫木尤丁叫丁丁啊 其实是蛮不好的 大家不要叫他丁丁了 今天也有一个独有 他问我为什么不要叫丁丁 丁丁是粗话吗 其实丁丁就是羊具 就是苦叫的意思 很多人不知道丁丁就是苦叫的意思 我们叫我们自己的首相做苦叫 好像也是很不应该的 不管你支持不支持他 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政策 他都是你的首相 他都是我们国家的最高负责人 所以把他称为苦叫是真的很不好的行为 所以你看我从来没有叫他丁丁的 我从来没有叫他丁丁 我们不要用代号来羞辱一个人了 也不好 我老婆笑说第一次主播有上厕所 我们喝啤酒啊 啤酒就是要一直上厕所的 就是那天我喝色酒都没有上厕所 来说了很久阿莫说口干了 来大家一起举起你的酒杯 现在还有四百人 谢谢大家 我直播了一个小时了 还有四百人 谢谢大家 一起拿起你的酒杯 我们先喝完这一杯 我再回答你的问题 C.L.Punk问为什么他不会马来文 我们先喝完这杯 Tommy Thomas不会马来文是很正常的 他是高级的印度人讲英文的 然后在外国读书 Tommy Thomas不只有马来西亚的律师执照 也有加拿大也有英国也有澳洲的律师执照 我这是第八罐了 所以他很少用到马来文 然后包括他的女儿 Tommy Thomas有三个女儿 他的女儿也是不会马来文的 因为从小就去国际学校读书 在外国的中学外国的大学读书 所以他们是不会马来文的 我记得他的女儿跟我说过 他回来的时候 在机场的Castam 给官员骂 你是马来西亚人 不会讲马来文 你做什么马来西亚人 然后他也只是笑笑 因为他也不能回答他 所以他不会马来文是很正常的 其实很多马来西亚印度人的阶级是很明确的 印度人在马来西亚是比较贫穷的阶级 然后犯罪率比较高的阶级 但是那是说印度文的印度人 如果说英文的印度人 他们是比较Utask的 这个大家应该也发现得到了 Izak Poir说年纪大的上厕所比较久 Come on 我上厕所很快好不好 而且我直播一个小时喝了 喝了7罐酒 这是第8罐才上一次厕所 你都要笑我上厕所酒 穿蛋也是我们专业的知识 中识分试 他问可以解释下律师费是怎样算的吗 上庭的时间 还是连consultation也算进去 其实你做合同做买卖 它是有一个定价的 不管你是senior还是junior lawyer 它的价钱都是一样的 但是上法庭的律师就是认开的 像我刚才说我师傅一个小时五千 一个cas是几十万上百万的 像我是一个小时五百 所以是认开的 所以没有一个定价是认开的 你认为这个律师贵 你就去找其他律师 英文有一句谚语 是说有peppy nuts 有get monkeys 就是如果你只愿意付出花生的代价 你就只能请到猴子做你的代表 所以如果你要请很资深的律师 你就要花很多钱 一分钱一分货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年资低的律师不代表差 像我 所以并不是看年资的 有些人特别喜欢请年轻的律师 因为年轻的律师比较有干净 当然 像我之前说过 律师行是一个非常强调seniority 就是资深 越资深的律师地位就越高就越贵 这也是一定的 因为你越资深 法官也会越资深 你像我师父三四十年 我师父应该有四十年的吧 四十年的律师 法官 会也会资深 因为法官可能还不够你资深 就是这么现实的情况 Lily姐问我 你担心他路径吗 他应该是指我 我不担心啊 是他不要路径啊 他自己不要路径 他今天穿的这么好看 其实路径是可以的 如果他穿不好看 我就不要他路径了 丢我的脸 但是他今天穿的蛮ok的 他穿的长裙 可是他 他自己不要路径 夫人不想 Ryan说夫人不想路脸 可以戴口罩 你要去戴一个口罩吗 他不要 他说 Ram Kapasing收费贵 其实我们律师是分 民事跟刑事啊 刑事的lawyer 其实他们的收费都不会太贵 主要为了民生 因为刑事案会很多 记者来报道 尤其是那些犯毒案啊 杀人案啊 抢奸案啊 所以Kapasing之前是做刑事的 他没有做民事 像我的师傅 包括我自己都是做民事的 民事跟刑事的差别之间 我有讲解过 这里我就不重复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差别 Meng Tai Meng Tai问 MCO会extend吗 我很早就说了 很可能会extend 包括第一次的extend 我在16号就说 14天是不足够的 一定会extend 结果也被我说中 你现在问我还会不会再extend 我说很可能会extend 律师真的多数是印度同胞 现在不是了啦 以前是 现在很多律师 我们全马来西亚大概有 18000多位律师 其实大多数是马来同胞 因为像我 我是马大的 我们马大一年只收100个学生 但是MR 就是 马拉大学啊 一年可以收1000个法律系的学生 而且他们只收马来同胞 所以马来同胞年轻的律师越来越多 当然我们华人除了读政府 他可以去读那些私立的大学 私立都是华人印度很多 一年也差不多1000个人 所以 大家看最近两届的 律师公会主席 都是马来同胞出任 我们律师公会的主席也是一人一票投选 因为马来 马来同胞的律师越来越多 所以最近两届的主席 包括今年刚刚当选的 在3月头当选的律师 也是马来同胞 最近两届的律师公会主席 都是马来同胞 所以马来同胞的比例越来越高 Rex 说 之前是上诉庭法官 所以他的律师费 他是很新年的律师 他年纪也很老 应该有80岁了吧 他的律师费跟我师傅 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要请他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现在还有400人 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喝酒闲聊说废话的视频 在晚上1点 还有400多人的支持 很谢谢大家 来我们干了这杯 这个应该是第8罐了吧 距离我们的距离差不多了 应该喝多一两罐我们就 结束了 所以大家 一起看着这个live的律友们 举起你的酒杯 不管你是喝什么 举起你的杯子 喝茶 喝咖啡 喝果汁 喝百开水 珍惜这个缘分 我们一起举起你的杯子 来干了这杯 微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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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婆看到你了 讲你现在才来 微冰那天要你来 说我9个便当要你做正 我选好料 然后把其他便当给你们吃 要你做正你不在 现在我们直播了一个小时 二十分 你才来 不够朋友 微冰是我的好朋友啊 我在二零零四零五年 读metrics的时候 他是住我对面的 然后我生日的时候 他还帮我老婆 那时还不是老婆 当然 偷渡上来宿舍 因为我们宿舍是男女分开的 只有十八线花人嘛 以前我们读metrics 他偷渡我老婆上来 做生日蛋糕给我 所以如果没有 微冰他们的帮忙 我可能也没有跟我老婆在一起 也没有开花结果 所以也要谢谢微冰 但是微冰 你要帮我做正 你现在留言一下 我说我 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收到便当 有时一两个 有时三四个 最多有到九个 你要帮我做正 不然大家以为我自吹自擂 说骗话 微冰微冰留言一下 不然人家以为我自吹自擂 叫他叫我们的首相木木 可以 你一个昵称吗 说他是木木 其实是ok的 但你不要叫他丁丁 丁丁是不不叫的意思 不雅 非常不雅 他是我们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虽然我们名义上最高的统治者是元首 但其实政务上 事实上是首相 我们不要去羞辱我们的首相 他他他不管你喜不喜欢他 他都是我们的首相 不要小孩子气 因为这样子就去羞辱他 小书设计说他曾经亲眼看过 tommy thomas被一大半马来人虚 因为那时记者会用英文啊 很多马来人不喜欢tommy thomas被委任了 其实tommy thomas 我的师傅在当ag的时候我就收到很多消息说他做不久 因为明的不管是明的还是暗的背歌 在总检查署里面都很多 而且tommy thomas是空降的 总检查署里面很多资深的检查官做了三四十年 但是tommy thomas一个外来的律师突然空降就做他们的上司 所以他们很不满 所以很多人背歌他 所以你看总检查署在tommy thomas的领导师下 也酿出了很多笑话 比如不应该上诉的案件去上诉了 tommy thomas就震怒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上诉 其实是他自己不熟悉整个的运作 然后也有人背歌他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小书设计他是新闻前线的朋友 他看到这些情况是很正常的 马来人非常不满 tommy thomas被委任为总检查长 因为总检查长除了是主控官 最大的主控官 除了是地庭推示庭的最高领导 他也是政府跟元首的法律顾问 所以很多马来人不满tommy thomas被委任为总检查长 因为元首如果回教法 有关于回教法的问题 tommy thomas不能给他们意见 可是tommy thomas是他们的法律顾问 所以很多马来人不满这一点 律师不是一定要懂得马来文吗 现在来说确实 如果你马来文spm没有c 没有c credit的话 你要考一个考试 你马来文及格你才可以当律师 可是以前是不需要的 以前是不需要的 在我师父的年代是不需要的 现在你当律师 你spm马来文一定要有credit 如果你没有credit 你必须考一个试及格才能当律师 如果你不及格你就不能当律师 所以你说的有对也有错 你现在才来我都喝醉了 你现在才来我已经喝第八罐了咯 你不是迟到你是迟到很多很多啊 mico说马来语不是世界通用的语言 所以没关系 其实不对啊 其实我们在马来西亚马来马来语国语 是我们的国语 我们必须精通必须掌握 因为他是官方语言 这是必须的 不要因为他不是国际语言 就鄙视他 其实马来语是世界上五十大五六大语言之一 因为他很多人用 包括印尼同胞文来的新加坡 他有三四亿的人口在用这个语言 其实是世界上主流的语言之一 大家不要看低马来文 而且马来文也比较容易学 马来文也比较容易学 比中文比英文都容易学 所以他如果真的要流传也可以流传的 大家如果有读历史应该知道 Lincha Flangra这个东西就是国际语言 马来语之前也曾经作为国际语言过 所以大家不要看低马来文 WKQ说直播到五点不要啦 直播到五点也没有人看了啦 我们最多到两点 还有半个小时最多到两点 我也喝了八罐了 各位好朋友各位独友们举起你的杯子 不管你喝的是什么 来我们干了这一杯 再说 我也很醉了 我第八罐也要喝完了 第八罐也要喝完了 我也很醉了 肚子也很脏了 我老婆在那里一直看着留言在撒笑 我也不知道她笑什么 要不要看一下她来 大家看一下她 她躲起来了 我本来想把 想把手机转过去 她马上跑掉 等她醉一点 我让大家看一下她 来先喝完这一杯 来说 红律师开始醉了 其实我刚才就醉了啦 我刚才就说了嘛 喝啤酒好像还比色酒快醉哦 因为可能喝的快的关系吧 因为我在十点多 我在拍漫画很热嘛 我就已经在喝了 我喝了三罐才来直播的 我在直播的时候就是喝第四罐 所以确实有一点醉了 微病 微病说来迟了来迟了 你要帮我作证 你不能说来迟了罢了 你要帮我作证哦 不然人家以为我乱说的 我直播说的话都是有品质保证 没有乱说的 一个律师需要多久时间才能爬到我师父的那个位置 爬到我师父那个位置 可能一辈子你都爬不到 我师父的那个位阶是很高很高的 你不只要有声望 要有能力 还要你接触很多案子 所以我的师父的位置 不是你说能爬到就爬到的 今天应问开到三点吗 不要了 两点两点 我们十二点十五分开的直播嘛 最多开到两点十五分 就是两个小时了 两个小时 大家也不要太止 所以等一下我还要看大家的留言 大家帮我转发出去 转发一下这个video 看还有喝酒的朋友 一起来喝酒 之前我们那个video有一千六七百个留言 然后有六七百个like 但是转发只有三十个 是很 小天杰就说 怎么这么奇怪的 这一个数据 这么多人在看 这么多人在留言 可是 转发只有三十个 因为那时我没有叫人转发嘛 不像我的正式直播 我都会叫大家转发 那天喝酒的直播没有叫大家转发 所以大家也没有转发 今天大家可以转发一下 让数据平衡一点 肩并说 因为心情好 会比较容易醉 也确实了 今天我们比较想那些伤心的事情 今朝有酒今朝就醉 记得我说的高祖的那个食词 非常非常的对 合成一滴到酒泉 如果你死了 你在酒泉之下 在酒泉之下 在棺材里面是一滴酒也喝不到的 所以今朝有酒必须今朝醉 来 喝一半了 我有点醉了 大家喝一半就好 喝一半 你看小天K这个人是很小气的 他说微冰一流言 他马上删除 小天K就是很小气的 大多数国际学生的马来文都很差 确实因为他们不需要考马来文 像我国中的 很多人以为我是独中 我不明白大家为什么会以为我是独中 因为我对中国律师很了解 所以大家以为我是独中 我不是啊 我是国中生的 而且我的国中是 不是槟城的国民心中学 我们在楼佛是没有什么国民心的 国民心中学是90%是华人的 我在我的学校只有10%是华人罢了 因为我是在马来乡村长大的 所以我的学校 像我一班41个学生只有4个华人 我第一班啊 我一直都是读第一班 只有四个华人 我一个同学做了药剂师 一个做了会计师 两个做了会计师 我们四个同学跟我老婆一样 在大学读会计师的 我老婆也认识 所以我们只有四个华人 所以我是国中出生的 所以我马来文非常好 因为我家是开杂货店 在马来乡村开杂货店 我的客源 我老爸的客源 98%是马来人 所以我马来文非常好 我之前也说 我差一点有一个马来女朋友 我老婆踢了我一脚 所以我不要再说这个东西了 公亲夫人露喜 我刚才只是要转一下去拍她 她马上又跑掉了 她应该是不敢露喜的 我老婆很低调的 很害羞的 所以我也爱她这一点 高调的女生我就不喜欢了 一直拍自己的性感照片 当然我没有说高调的女生不好 大家不要带帽子给我 底下有很多黑的来攻击我 说我看不起高调的女生 喜欢拍照的女生 当然这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我个人也有自由去喜欢什么 我老婆是很异调的 你去看我老婆的Facebook 她也不会拍自己的性感照片 什么乱发 所以这也是我喜欢她的一点 所以她不要上镜 我们也就不勉强她了 刚才我只是要转一下 她马上就跑掉了 御师两点后要办事 这个不要说小孩不宜 这个有对也有不对 其实喝酒说错话不会被告 是错的 就像你喝醉酒撞车 伤人也是一样会被告的 所以同样的道理 如果你喝醉酒说错话 伤害到了其他人 伤害到了其他的名誉 你也是有责任的 那个人是可以告你的 绝对可以 刑事案 其实在刑事案里面 你说你是在自己的控制之外 比如你喝醉或者是你发神经 或者是你吃药 在控制之外 这可以是一个Defense 可以是一个抗电的理由 但是在明氏这个理由 不成立了 所以黄明氏只是 其实黄明氏只是 炒作了 来喝酒喝酒 我现在讲我听说的 这个是她的一个方法 我也很喜欢黄明氏 所以去有个手 上问为什么会在槟城发展 我上一个喝酒直播 有详细讲 其实 因为在槟城是 可以去很多的法庭 在一个小时之内 我可以去五六个法庭 然后她租金也便宜 如果我在吉隆坡竞争大 租金贵 我回去Johor Johor很大 去一个法庭要很远 所以我决定来槟城 其实我来槟城 一个人都不认识的 我是住在我的办公室 住了两年 等我 这住了两年 我老婆才迟了在吉隆坡的工作来找我 那时我们还没结婚 然后 到第四年我才买了吉隆坡 在槟城的房子 所以才搬出瑞士行 这些是一些小故事 潘城会说 你是JB人 所以很多人认为你是宽中 对啊 因为宽中很有名 他的学生很多 新山有两间宽中 一间分校在古来的 宽中是很著名的学校 很多人去新加坡读书 但我不是啦 我是在我家乡 甘工的中学 我们叫新中学 如果有本甘那 有笨真的朋友 都会知道新中学 有诺是国中 我是有诺是国中的 大概七八十八仙是 马来马来同胞 然后我这一班 特别少 我这一届特别少 整十多班 只有大概三十个华人 我这一班 我是第一班的 只有四个华人 所以我们这一年 特别少华人 只有百分之十的 左右的华人 Sachiko也是我们 PES的 铁粉 谢谢你 一直支持我们 我之前不会读他的名 然后他跟我说 我就会读了 他说很多读中 马来文也很差 确实 其实大家要掌握好马来文 不要让马来同胞 看不起我们 在马来西亚 你一定要掌握好马来文 不管你喜欢 还是不喜欢 他是我们的国语 他是我们的官方语言 所有的文件 所有的政府公告 都是用马来文来说的 所以不管你喜不喜欢 你必须掌握马来文 这是很简单的 就像你去英国 你必须掌握英文 这不管种族 不管输射 不管宗教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国语 就像你去英文 你不能说我是华人 我要用华文 不能你上法庭 你去政府办公 你就要用英文 同样的道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看不起马来文 其实我蛮喜欢马来文的 因为马来文很容易掌握啊 马来文很容易掌握 你要学特别容易 所以大家不要看不起马来文 马来文也曾经一度成为世界语言 像我刚才说的 William William说 Tato Bangawa Barat Tato Bangawa Barat 这间中学是我们奔征县的名校啊 就像日新 就像 吉隆坡的寻人这些名校一样 是要全A才得进的 我不是 我姐姐是Tato Bangawa Barat 我不是 我就是在家乡那边图的 因为Tato Bangawa Barat 从我的家去要大概一个小时了 我也不要去那里读 因为我家是在乡村 我去我读的中学 大概要20分钟了 开车 所以我六年级就会开车了 我上一次直播也有说 我们在乡村 我大概三年级 二三年级我就会骑摩托了 因为我们乡村 Gampong 一个地方要去一个地方 很远 走路是不可能达到的 搭脚车是不可能达到的 所以我们都是骑摩托 我大概三年级就会骑摩托了 六年级我就会驾车了 我之前有说过 我还没有Lesson 我就驾车到 新山的Mall 载我的朋友去看电影 如果有我朋友载 他们也可以作证 很幸运的 没有被警察抓过 我其实在中二的时候有上过一次法庭 就是骑摩托车 骑摩托没有执照被警察抓 骑摩托没有执照是必须上法庭的 不是可以给 恐怕就可以解决的 我第一次上法庭是穿学生的衣服 然后我不敢跟我老爸说 我去上法庭因为在笨争 我的家去笨争大概要一个小时 我是Bacanana的人 我家在乡村 Bacanana的乡村去笨争要一个小时 我是自己驾我老爸的车 因为一个小时你驾摩托很远很辛苦 很累 我是早上我骗我老爸说去读书 结果我那天逃课 驾我老爸的车 那时我也没有执照去上法庭 然后发款三百块 我永远记得 所以是这样的情况 我第一次上法庭是穿校衣校裤 骗我爸爸去学校读书 结果没有我驾我老爸的车 我也没有执照 结果去笨争的推市厅上法庭 我永远记得那时我很怕真的很怕 可是我去也很顺利了 也没有被警察抓 然后进去那个警察还安慰我说你是学生 法官不会不会判太重 就是三百块吧 那是我第一次上法庭 其实我很小 大概六七岁的时候我就想当律师了 我也很幸运 我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当上了律师 所以真的很幸运 就是这样的情况 我偷驾车去上法庭 我爸爸也不知道 他现在可能在看我的直播才知道 只有几个少数两三个朋友 阿奇也不懂他有什么 他会知道那时的情况 阿永说要吐了 阿永也是我的大哥 大哥你不可能会吐的 永哥 不要吐我们一起干完这杯 来 所有大家好朋友 举起你的杯子 不管你喝的是什么 我们能一起干杯就是一个缘分 大家干完这一杯 现在几点了 1点46分 来 喝了这一杯 我们再说 我第八罐也喝完了 第八罐也喝完了 今天喝了很多 红少漂亮不怕出镜 要出镜吗 我老婆喝第三杯了 不但是她倒的很薄 我看酒好像都没有什么少到 红律师是夫人 红律师是夫人 红律师是夫人第几任男友 我是我老婆的初恋 我老婆是校花 其实我每一任女朋友 我老婆在旁边我也说 我在中学 每一任女朋友都是校花 十多个最少十多个人追的 因为我帅 大家不要不要点愤怒 因为我也帅 我每一任女朋友都是校花 我老婆也是校花 他们在中学有选美 他们的学校是 六七十八千是华人 你的学校 他是东加的学校 东加很多华人 他不像我的中学 只有十八千华人 他的学校是大多数是华人 所以他们的华文学会很强 有半选美 我老婆有做过校花冠军了 有做过校花冠军 所以我每一任女朋友都是校花 当然我有多少任女朋友 这个是秘密 就不要讲了 以下我老婆叫我拉耳朵 但是我是我老婆的初恋 我是我老婆的初恋 他有没有骗我 我就不知道了 但他跟我说 我是他的初恋 我好像一直说 我好像一直说 我的独有 杰西是其中一个 每次都很转发 很支持 所以这个也是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其实很多人说 我为了红 之前我说过 如果为了红 我去参政了 很多人找我参政 我去做主播了 也有人找过我做主播 但是我都不要 除了红 有些人说 我是为了赚钱 老实说 我做直播开专业没有赚过钱 反而亏钱 我送书 邮费什么都很多 老实说 如果我要赚钱 我不会花这些时间在直播 我专心做我的律师更能赚钱 律师是一个蛮能赚钱的职业 然后 你姐姐在哪里啊 你姐姐好像没有看到他留言 他比较早税 我不懂他代表他 他是我们的铁粉中的铁粉 真的很谢谢他的支持 你问我问题 所以完全不接刑事案吗 我有接 但是杀人放火强奸 我不接 只有好朋友 我其实接了很多友令 他们去摇头 我的朋友去摇头 被抓的案件 我接了很多 然后打架的案件 我有些朋友是黑社会 是阿龙 我老实说 我认识很多阿龙头的朋友 在槟城 在北海 在居林 在都很多 在阿罗斯大 很多阿龙头的朋友 他们打架 打人 的案件 因为是朋友 我都有接 但是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杀人犯火强奸 犯毒 这四个我不接 因为我有很多社团 做法律顾问 我大概有三四十个社团 做法律顾问 挂名做法律顾问 有些是黑社会的社团 我老实说的很多神庙像关帝庙 他们的名字是拜关帝的 关帝庙的社团 其实都是黑社会的 他们有叫我做法律顾问 他们有时有犯毒的案件 找我问我要做吗 我都不做 这是我的原则 杀人犯火强奸犯毒 这四样我做 然后打架宴庙啊 这些是我很常做的 因为我朋友 其实我很少做刑事 除了朋友的案子 我才接了 还有万字 买万字 卖万字的案子 我都有做 都是朋友朋友的案子 我才做了 所以杰明也 我也回答你的问题 Steve 你是震惊商人啊 这些刑事案 不管你的事啊 大家记得Steve 我的兄弟啊 他是我的好兄弟来的 我第一次潜水 是跟他去潜水 他叫我这样去潜水 冰城的鸡包 大家应该知道 重庆鸡包啊 最好吃的 就要去找Steve的商店 重庆鸡包 最好吃的 就是我brother开的 在冰城在北海 在大三角都有 非常好吃 大家去支持一下 杰力老说宽宗 不是每个华人子弟都读得起 其实不止宽宗啊 所有的读宗 所有的国际学校 都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私立中学 你读一年至少要几千块 不是普通家庭可以负担的 像我以前读中学 我家很穷啊 大家都知道 我很小就出来打工 我家是绝对负担不起的 所以我对同考的看法 我有我我我个人是不认为同考 应该被政府承认的 我有写了两篇文章 我之前也有直播讲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卫兵 你有帮我证明一下吗 我好像没有看到你帮我证明 呃 你吃我的便当啊 有一句话叫拿人手软 吃人嘴软 你吃了我的便当 要帮我说一下话 证明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然人家以为我信口开合 K说了什么 K说了什么 好喂 你说他没文化 你说他什么 呃 Danson也是我们 跟小便可以骂出话 小便可以骂出话 不是第一次的啦 大家习惯就好 他文化比较低 虽然读到博士文化比较低 文化跟学历是没有关系的哦 然后Danson Danson六大哥问 呃 如何写报案书 呃 其实报案书是千奇百怪的啊 看你的案件是怎样啊 如果是特定的案件 我可以写一个standard的报案书 可以像之前我叫大家去举报那个 呃 传教士 呃 回教的传教士 他说呃 侮辱我们华人 侮辱非回教徒的话 我叫大家去举报 我又写了一个standard的报案书 但是大多数的案子都不是standard的报案书 可以用的哦 呃 所以 呃 呃 也也很难去做一个standard的报案书 你在当了律师后有犯过法吗 呃 当然有啊 又是janming 这么为止读到你的 你的留言咯 当然有啊 我最常犯的就是超数哦 我驾车去KL上法庭啊 我都是超数 的哦 我最高记录到 从槟城到KL啊 是一个小时半 哦 大家可以算我超数有多严重 一个小时半我就从槟城 开车到KL的 啊 当然 AES我会减速啊 所以一个小时半就到了 哦 那时还有证人呢 我的实习生也在车上 他也吓到他跟我说 这是他第一次做这么快的车 哦 啊 啊 这些都是后话啦 所以犯法当然闯红灯 我也经常也玩 超数闯红灯 我经常也 但是做监犯科我没有做过 我很记得我律师呃 我的师父教我的哦 啊 啊 Tommy Thomas跟我说一句话 我到现在还记得的 不管你多高 No matter how above are you the God is still above you 就是神啊 其实这是一个哲理啦 就是不管你多高 神还是看着你的 不管你信不信神 意思就是啊 你有一个规范 一个界限你要遵守 哦 微病说他第七罐的我不是很相信哦 微病的酒量应该不是很好的 来大家喝完 这是我第八罐 我的酒也喝完了 老婆拿到一罐来 哦 这边还一罐 我这个是第九罐哦 喝完这罐我们就关了啦 我有一点醉了哦 我真的有一点醉了 比那天喝色酒还醉 那天喝了八十八仙的色酒都没有醉 但今天有一点醉了哦 喝完这一 这一罐我们就就关了直播 很谢谢大家哦 现在还有 还有还有四百人左右 很谢谢大家 上次还好 但是上次有四百五十多的 今天好像没有到四百五十多的 但没关系 我都说了嘛 我们半夜开直播 肯定不是为了人数 是为了缘分 之前有读友问 半夜不是三经吗 如果大家经常三更啊 三经半夜 那个字读经哦 三经半夜 其实我有纠正他 三经是十一点到一点的 晚上在古代一经是七点到九点 两经是九点到十一点 三经是十一点到十二点 所以半夜是十二点之后开始 是正确的 中文 什么促使我当律师 我也不知道啊 我从小就想当律师 我们进小学的时候要填一个卡的 那张卡我现在还收着 我那时就写我想当律师 所以我也觉得很神奇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从小就想当律师 所以我也是很幸运的 我的梦想我达成了 很多人都达不成他的梦想 工作跟自己的梦想都差不多了 所以我也很开心 我进马大的时候 我们那时的马大的法律系院长 是马来西亚法律界很著名的一个教授 叫 学历地教授 他是马来西亚人权组织的主席 曾经做过马来西亚人权组织 我最记得的 他我们刚进大学的时候 他直接说 法律并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留存下来 生存下来的科学 尤其是马大 如果马大不是马大法律系 法律不是你的首选 你现在举手 你想当医生 我帮你转去医生 你想当会计师 我帮你转去会计师 我永远记得 所以其实很多人以为律师很好赚 其实不是 大多数律师都是拿薪水的 薪水也不高 像我请的律师在槟城 他做了三年多四年的律师 薪水也就三千多块 并不是很高 所以律师可以赚大钱 这个观念其实是错误的 但是律师是比较有地位的职业 你不管在马来西亚的社会 还是你去政府部门 还是你过block 你说你是律师 警察都会比较respect 政府部门都会比较respect 这是确定的 因为你知道法律 所以马来西亚的律师是有privilection 是有特权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你把律师当成高收入 其实是不然的 很多律师是低收入的 大家不要认为律师就肯定是高收入的 KM Leong 请问你对财长即将宣布的中小星 可以到有期望吗 KM 我之前就说政府的宣布是很忽略中小星企业的 我给他7分有3分 就是他没有照顾到中小星企业 当然我对他有期望 希望他真正推出一个照顾中小星企业 因为我很早就预言了啊 在16 17 18号的时候我直播我就直接说 马来西亚经过这次风暴 整个世界不止马来西亚都会不一样的 世界都会不一样 很多中小企业会倒闭 很多人会破产 所以我真心希望 我也有期望政府会出台一个帮助中小企业度过这个难关的情况 包括前天的直播我也是收到很多坏消息 很多人一月的帐都收不回来 很多公司都准备倒闭了 也不愿意给薪水也不愿意给租金也不愿意还账 所以我说的坏消息就是这个情况 我现在才看到我 我以为你没有看我直播 这个大哥也是博学博彩啊 我经常也去看他Facebook 他现在来 赚了人气就等于赚了钱 但是老师说我做直播我是亏钱的 我做专业我是亏钱的 包括我买这些器材 包括我送书包括我的邮费 都没有赚过钱 有之前有人要赞助 包括赞助我的专业打广告 之前我也写过 包括给我钱去照顾流浪狗 包括要赞助我 Ken Leong Ken大哥在美国的 一个企业家很有钱的企业家 他说要赞助我2万块 我也都拒绝了 因为我从来不是为了赚钱 从来不是为了赚钱 像我说的如果我要赚钱 我不用搞这些东西 我专注做我的律师 我自己的律师行 我也很多客户 其实是更能赚钱的 其实是更能赚钱的 不需要去搞这些东西 Steve大哥说明天送我鸡包 明天我跟你订 明天吃你的鸡包 晚餐吃你的鸡包 他的鸡包非常好吃 在槟城中路加烂灯纳 他有一间 然后Icon City有一间 北海拉加烏大有一间 非常的好吃 这是我兄弟拍的 我第一次潜水就是他教我的 也是我的好朋友 Steve就是我一直说 长得像吴彦祖 又高又帅又有钱的 我的兄弟 我的好朋友就是他 可是他结婚了 如果他没有结婚 如果没有这个MC哦 我叫他来跟我一起 路径直播 帮他介绍女朋友 他长得像吴彦祖 不只是脸像 身高也像 但是他结婚了 他老婆也很漂亮 非常的漂亮 所以不要介绍了 他在我旁边我也妒忌他了 又高又帅又有钱 谁不妒忌 来 韦彬说干了 哎韦彬你有帮我作证吗 你不要只是喝酒 你要帮我作证哦 证明你有吃过我的便灯了 拿人手软吃人嘴软 来大家一起干了这一杯 所有好朋友 啊我们现在能干杯都是缘分哦 不管你喝的是什么 来大家一起干了这一杯 其实我有点醉了哦 很早就已经醉了 喝完这一罐我们就 呃 关了哈 喝完这一罐我们就关了哈 不要到太迟了 以下我要回复大家的留言 啊 小偏k是什么细的不是好像是商业管理啊 UUM就只能读啊那些科目罢了啊 他之前也有说过 我开什么车我开奥迪我非常喜欢奥迪很多人说奥迪很有问题啊啊我买了两辆奥迪所以我现在压力也很大我两辆车要工啊四间屋子要工包括我老婆的啊奥迪压力很大但是奥迪非常好驾它是 driver car像mercd 你坐的人比驾的人舒服啊但是你驾奥迪是非常非常的爽啊非常非常的爽啊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欢奥迪哈 有个人问我驾什么车我我开的是奥迪哈 steve 驾的也是奥迪他驾的还比我高级他驾A7 A7 我驾的是A4跟A6我第一辆奥迪是A4第二辆是A6 steve驾的是A6所以我就说嘛又帅又高又有钱 他的身高应该有一八零啊完美可是他结婚了他老婆也是明星明星一样的所以我们我们不要讲他 大姐你叫我喝十罐我现在已经有一点醉了咯来来来老婆来路径一下了很多人叫你路径了他不要我来来来来路径一下给人看我老婆也极美吗不然我长得这样子帅我老婆不路径来来来我老婆不要路径我还在旁边来敲杯一下来来你过来过来敲杯啊我老婆还在旁边证明一下啊大家一起喝 喝酒他不要路径我叫他他都不要路径 喝完这杯喝完这罐我们就关了哈第九罐了哈啊已经倒完了喝完这罐我们就关了大家也不要太止碎 等一下我要看大家的留言大家帮我share出去帮我like一下哈啊我们这个直播不是为了人数就是为了自己现在一起喝酒一起聊天的朋友都是自己非常谢谢大家 真的真的啊其实我真的很感动每次我直播像我刚才说的啊那个投票啊人数打不到可是有好几个铁粉好几个读者为了要看我的直播他们share了几十个的群族叫大家来投票所以我很感动 虽然投票没有过我还是召开啊真的谢谢大家我一个平民老百姓一个普通啊可以得到大家这样子的支持真的很谢谢大家哈 天气说二小时是一斤就是一根是对的哈啊所以三根是十一到十二点有人以为三三斤半夜是三点四点不是啊三斤半夜半夜指的是十二点哈啊所以我们半夜来直播就是这个原因来大家喝一口喝一口 啊我开快其实是很小心的因为我我那是一个小时半从槟城到KL到沙阿浪不是到KL啊比KL还下一点到沙阿浪是因为我五点就开车我九点要上法庭嘛啊我就带了我的实习生一起去 我想两个小时多七八点到我们还可以吃个早餐结果五点开车六点半就到了结果在呃法庭那里无所事事法庭也没开啊所以呃我印象非常深刻我那个实习生也跟我说他永远记得他从来没有一个小时半从槟城到吉隆婆婆啊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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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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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谁给他当内政部长 给他当国防部长的 就是他表哥纳吉 所以 Hisham Muti一直以来都是纳吉的人 他做的很多事都是纳吉的人 所以大家没有发现吗 这个政府成立之后 纳吉一直批评政府 他的火力突然降低了 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政府 这个政府是纳吉支持的 因为这个政府是纳吉 受益之下成立的 大家看 巫统排位第一名的是谁 Sabri 我之前做粉肠 但是他之前 他之后做了很多对的事情 我也没有叫他粉肠的 他是纳吉的头号支持者 很支持纳吉的 也是纳吉的跟班 所以我之前很早很早以前 二月尾三月头的时候 我就分析 纳吉是政变的其中一个大赢家 所以我先说到这里 CK问我怎么看慕尤丁出任国库控股的主席 这个我上一次直播也说过了 首相出任国库控股的主席是很正常的 这也是确保这首相的影响力的一个方式 所以没有什么 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重点是我们要看国库控股怎样去花他的钱 并不是由谁来出任 就算慕尤丁如果没有做他的主席 国库控股乱花钱 我们也应该谴责吧 重要的是对事而不是对人 这是我一直强调的 对事而不是对人 你不应该因为讨厌一个人而说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错的 就像我说很多人之前说 not my pm 任何慕尤丁做的事情他们都反对 这是不对的 我们应该对事不是对人 不管慕尤丁是不是你的首相 他做的好我们应该称赞 他做的差我们应该批评 这才是对才是正确的方向 AXS Strong 问我开那么快 南美大大都说我是早上五点 所以我那一个小时半的 几乎是早上五点 没有什么车 所以我也才能这么快 但是我平时去KL都没有超过三个小时过来 不管多不少 塞车 微病说他坐正了 你吃了便当你要坐正了 这是应该的 我又尿急了 但是我现在比较上厕所了 等我们喝完这杯关了直播 我才去上厕所吧 刚才我去上一次厕所就给人笑了 说第一次有直播直播看到直播主去上厕所的 所以现在我比较上第二次厕所了 等我喝完这杯我们关了直播 我就去上厕所 喝啤酒就是这样了 肚子很脏 然后喝了 会想上厕所 所以那天我喝色酒 都没有想到上厕所 现在喝啤酒 喝了9罐了 差不多了 我之前说最多喝10罐了 这次直播 现在喝了9罐 我们就关差不多 哇 现在已经两点多了 我们已经直播两个小时 还有300以上的人数 比上次好很多 谢谢大家的支持 真的很谢谢大家 如果不是大家这样支持我 其实我 我 我 我不会去做这些直播的 就是因为有人想看 有人想听 我才去做直播 其实我写文章是可以赚钱的 我现在一个星期写四篇专栏文章 一个月我可以赚大约一千多两千块的稿费 但是我写泥框的稿费我是卷出去的 之前大家也有说 写泥框的稿费我是卷出去的 所以我写稿是可以赚钱的 但是我直播是不能赚钱的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那些稿费 大哥说他喝醉了 先睡了 我也是醉了 我们喝完这杯就睡了 两点多也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我们分两次喝 现在大家先举起你的酒杯 喝一半 不管是酒杯 你喝果汁喝喝 开水喝咖啡喝茶 现在我们能举起酒杯 供你一杯就是缘分 来大家先喝一半 好来 我老婆又笑了 不知道她笑什么 他们这样子在厕所直播 在厕所直播 我老婆跟我说的 我问她为什么笑她说 因为有人叫我在厕所直播 你们有听过一句话吗 有没有看过大蛇嗡尿 我怕你们看了自卑 所以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厕所直播比较好 有没有看过大蛇小便 等一下你们自卑 18cm 你们想象一下18cm 阿莫干什么 你喝醉了吗 你不能不能喝 乱说咖啡第二杯也醉了 喝咖啡会醉吗 老婆来路径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我老婆有 有有多美吗 小叔设计才喝两罐 我喝酒罐了咯 好啦 也迟了 也很迟了 两点 两点多了 好我们喝完这一杯 就关了这次的直播 好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 到现在还有300多人 上次我们前两天的直播 关的时候大概是200多人 这次也是到400多人 没有破500人 我还以为能破500人 结果没有破 但是一直以来都是400人以上 到现在要玩的 还有300多人到这么晚 其实我不追求人数 如果追求人数 我就9点开直播了 我们9点开直播 随便都有1500人左右 1400人 最高到1900人 我现在开这个直播 因为很轻松 我不用准备讲题 也不用去找去想要讲什么 不用找资料 就是跟大家闲聊 所以很谢谢大家的支持 没有什么讲题 大家也愿意听 别愿意花时间不睡觉 来一起喝杯酒 来一起听听故事 所以谢谢大家的支持 喝完这一杯 我们就关了 所有朋友一起举起你的杯 这是我们大家的缘分 喝干 喝完这一杯 老婆 一起敲 一起敲 喝完这杯我们就关了 喝完了 我喝了酒罐 今天就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我也要小便了 尿很急 谢谢大家 下次有闲聊直播 我们再见 不知道几时 下一次直播 应该是星期一了 星期一晚上9点25分 会有正式的直播 就是会有讲题 会有东西跟大家分享的直播 这个闲聊直播是没有讲题的 就是大家一起聊天 所以就讲到这里 大家晚安 再见 老婆要入镜一下吗 我最后问她一次 要入镜吗 她还是不要入镜 所以没办法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晚安 我要去上厕所了 尿很急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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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